5月7号,内地首届山地经济国际研讨会在贵州财经大学举办 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山地合作处的官员 以及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山地经济研究专家们 一起对山地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 与优惠专家们认为发展贵州经济也就是要发展山地经济 最关键的是要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要在保护山地中来发展经济 贵州台报道